大家好,我叫西伯文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Obuntu Kini操作系统下的一个桌面UI统一的绘制平台 名叫UQUI PlatformSync 首先做一个简短的介绍 我是Obuntu Kini下的一名软件工程师 同时也是这个平台主题 UQUI PlatformSync的主要负责人 关于我们Obuntu Kini操作系统 它是官方Obuntu操作系统的一个衍生单的 其主要目的是为中国的用户 创建一个优化版的Obuntu遍体 现在的话它已经支持多种语言 无论的桌面名叫UQUI 它是基于Mate桌面 并使用QT工具包开发出来的 Obuntu Kini操作系统给人的感觉很像Windows 所以不论是对于新人用户 还是对于资深的老操作系统用户来说 用其他来都会十分的上手 因此欢迎大家到现在链接中去下载 感受一下我们的Ubuntu Kini操作系统 也可以去我们的代码仓库去看一下它的原码 要是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到我们的社区进行一个反馈 下面这张图就是Ubuntu Kini操作系统的一个桌面环境 其中有几个应用 包括文件管理器Peony 控制面板UQUI Control Center 音乐Killing Music 以及计算器Killing Calculator 这几个应用的话是我们麒麟自研的应用 它走的是一个黑色的主题 使用的高亮色是一个蓝色 然后右下角这一块的话是一个第三方应用WPS 我们大家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应用的风格 跟我们整个桌面环境显得有一点冲突 下面这几张图的话则是白色主题下的风格样式 这些空间Widget 例如输入框 按钮Button 选择框CommonBox 复选框Checkbox 单选框RadioButton 以及滑豆条 进度条 ProgressBar等样式 就是由平台主题来负责的 我们需要一个东西来控制这些Widget 然后所有的应用都可以使用它 这个东西就是UQUI PlatformSign 它的一个主要功能 就是解放了应用开发者对应用UI的开发细节 统一整个桌面的环境 有了它 首先实现了所有应用的风格统一 让整个桌面的环境有了一个整体感 其次 我们只需要通过修改这个平台主题 就可以同步样式风格到所有的应用上 而不用应用一个一个的修改 大大提升了桌面环境的一个开发效率 再然后对于应用来说 它不再需要关注Widget的UI本身 只需要关注Widget的功能实现上 所以解放了应用在UI开发上消耗的精力 最后的话就是对于第三方应用来说 如果它也是按照平台主题的开发规范 进行开发的话 则它也可以跟随我们的系统主题 我们之所以可以实现这么一个东西 主要是QT 它提供了一个QPA机制 QPA它是QT5的一个平台抽象层 它取代了以前老的QT4的平台端口 然后各个平台的接口的话 就是以QPA插件的形式存在的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QT提供了一套插件的机制 使得QT的应用程序能在不同的平台上运行 我们只需要在对应的平台上编写好相应的插件就可以了 以下图为例 我们在QPA提供的环境变量中 配置好使用我们的平台主题UQUI 那么在空间Widget的绘制接口 Jual Control中就会指向我们提供的接口 因此我们就接管了整个空间的绘制流程 右边这张图的话 就是我们UQUI PlanoFoneSync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可以设置字体Font 也可以设置图标Icon 然后这个PlanoFoneDialog的话 是QT提供的一个平台对话框 QT它提供了四种平台对话框 包括消息对话框 文件对话框 字体对话框 还有颜色对话框 我们通过这个PlanoFoneDialog的话 就可以让QT走向我们自己 个性化研发的平台对话框 Widget的Sync的话 就是这个平台主题的一个核心部分 就是由它掌控了整个空间的一个绘制流程 包括我之前提到的一些Bottom Checkbox VideoBottom等等 然后在这整个空间的绘制过程中 我们还添加了自己的一些个性化的一些特性 包括图标高亮 动画 还有背景透明模糊等等 左边这张图的话就是一个背景透明模糊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一块的话就是一个图标高亮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标高亮 我们采用的是一个白色 我们也可以配置其他的颜色来实现我们的一个图标高亮的效果 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动画的实现 包括实现了一个RadioBottom的一个点击动画 Checkbox的点击动画 Type Widget的一个切换动画 还有Progress Bar的加载动画 以上的话就是我关于平台主题的一个分享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的话 去我们的官网上去亲自感受一下 然后也欢迎大家提出一些宝贵的一些意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